大家好,我是郑金卫,来自北京,我来洛杉矶13年了,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讲我以前生活中经历过的一些有趣的事情。 在来洛杉矶之前,2008年到2010年,我在东京生活了两年,那个时候呢,我在日本的一家叫三菱商市的大型公司供职,那个是日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大企业吧。 因为从小喜欢下围棋,所以呢,在日本期间我也参加了三菱商市的围棋俱乐部,同时也参加了日本两个在东京比较大型的业余围棋赛,代表三菱商市参加的。 一个叫三菱杯,一个叫商社杯,三菱杯呢,就是三菱集团内部搞的围棋赛,比如说三菱银行啊,三菱重工啊,三菱化学啊,等等。 而商社杯呢,大家知道日本有很多大型的贸易公司,像三菱商市啊,柱友商市啊,三菱物产啊,等等。 所以,这样的分了两个业余的赛事吧,让我们这些喜欢下围棋的人可以来参赛。 当时,我们三菱商市是组了两支队,A队和B队,每个队五个人。 开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被指定成了B队的队长,因为按其理讲,好像我是属于A队五个人中间的位置吧,不好过坏的一个水平。 去做B队的队长,我开始也没有明白怎么回事。 就是到我快离开东京的时候,最后一次参加的是商社杯的比赛。 那一天,前面的三盘棋很侥幸我连胜了。 到了第四盘棋,遇到了一位来自柱友商市的老先生,他年纪比我大不少。 一开局,我用了一个小小的骗招,骗了他一下,结果则是开局我占了巨大的优势。 如果当时对方直接认输,我也完全可以想象。 没有想到的是,老爷子说,不服输,要继续下。 然后他挑起了第二场战斗。 这一次是我被骗了,前面所有的优势归零了。 然后,我们俩共同在棋盘上找到了第三个地方,中心开始打。 那一盘棋杀得昏天黑地。 最后呢,很侥幸,我赢了。 更好玩的是呢,没有想到,我刚刚一赢下来, 主办方就特别激动的跑过来, 通知所有的选手说,因为对队队长的实力一般来讲都会强一点。 所以,到我赢的那一盘棋为止, 必对队长四连胜的记录还没有过。 就是说,在不经意期间, 我创了一个在东京的业余围棋赛的小小的历史。 据说为了这个事情, 日本的围棋杂志还要单独的出一篇报道, 还要把我的名字写在那个围棋杂志上。 更好玩的是, 大家知道日本是非移民国家。 日本法律要求, 如果外国人变成日本公民的话, 你要用一个日本人的姓氏, 比如说田中啊,等等。 而我直接就是保留了我的这个姓郑的权利, 当然,大家都会知道, 从法律上讲, 我只是一个有工作签证的外国人。 可以说也是把这个事情就变得格外的有意思了一点吧。 那个时候, 实际上, 我从东京向洛杉矶转的一切的事情已经建在弦上, 我甚至于没有拿到那一期日本的围棋杂志, 就飞到了洛杉矶。 来了之后, 相信大家可以想象, 我会继续在这边找夏琪的旗友, 找能够教我的老师, 也找相关的围棋机构, 靠着互联网, 这个事情不难。 找到美国围棋协会之后, 我却发现了一个我很震撼的事情, 就是说, 白人讨论到围棋的所有术语, 通通都是日语发音, 比如说, 大家知道我们围棋, 如果用看影片读的话是围棋, 但是用这五个字母, 去跟白人说很少有人懂, 但是你要说go, 直译哦, 白人都懂, 但是这是日语围棋的发音啊, 后来问了问为什么, 我也基本上明白了, 就是说, 在二战之后, 过去的七八十年中, 日本的职业围棋选手们, 在全球范围内, 对围棋的普及,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 这一点, 甚至于连我们的中国的棋圣, 聂位平聂老, 也是公开承认的, 他说, 没有当年, 日本这些职业棋手, 一次一次跑过来的这个推动, 中国的他们这些围棋的顶尖的选手, 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, 所以, 从全球的视角上来讲, 当大家都跟着日本的职业棋手, 在学围棋的时候, 毫无疑问, 这个日语的各种各样的发音的, 围棋术语就嵌入了欧美人的生活当中, 变成了他们语言的一部分, 这样的事情对于日本和欧美来说, 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, 不过呢, 作为一个中国人, 我心里确实有一丝丝的内疚和无奈, 因为毕竟围棋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上的瑰宝, 我们其实有义务把它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, 同时来了洛杉矶之后, 我听说, 以前除了日本棋手在这边的耕耘之外呢, 日本的企业界也曾经大手笔的赞助过美国的业余围棋赛事, 在后来日本的浪潮过去之后, 韩国虽然企业界没有当年日本企业界做得如此的认真, 不过韩国的棋手也是一直在全世界推广围棋的, 而相比之下, 好像来自大陆的方面, 作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事情, 似乎远远没有达到普通人期待的状态, 也恰恰是因为这一个吧, 当有人认真的在洛杉矶这一边一些当地的朋友告诉我, 我们这里真的需要一个公开赛的时候, 我咬了咬牙承担起了这个职责, 开始在洛杉矶赞助正式杯围棋公开赛, 大家知道, 刚刚过去的四月份, 我们在耳丸搞了第七届的正式杯公开赛, 加上我以前赞助过的少儿赛, 这已经是我在洛杉矶赞助的第十场围棋比赛了, 当然了, 很幸运的是, 我在搞这些比赛的过程之中, 得到了各方朋友的帮助, 甚至于得到了1300广播电台的鼎力支持, 必须承认, 在推广为其这个方面, 1300提供了无私的帮助, 甚至于每一年的新春游园会,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空间, 可以有机会跟认识的不认识的洛杉矶的本地的旗友, 面对面的交流, 回想一下, 那真是难得的好时光。